专哥慢点 祖母 祖母 你看 这是我和唐妈妈做的兔子花灯 小兔子灯 专哥的手真巧 改日给祖母也做一个好不好 好 祖母 玉哥上哪儿去了 这几日怎么都不见他了 他说要去乐山读书 是他已经走了吗 小真哥呀 那次你进了小黑屋以后 没有出来 你还愿意跟玉哥玩吗 这件事不怪玉哥 是我自己他玩走丢的 真是个乖孩子 刚才你说对了 玉哥呀 马上要去乐山念书了 你爹让他在屋中温习功课 你不要去打搅他 好 陶妈妈带他下去吧 是 真哥 杰哥 来 跟他一起去玩兔子灯吧 好嘞 来 一起 走 我们徐家能走到这一步 十分不易 乔连房 乔连房 作为姨娘 她没能管住自己的心魔 为了一己私利 无所不为啊 还有文姨娘 跟欧家 离应外河 成了内奸 今日我要你们记住了 在家里作恶的人 绝没有好下场 绝不能姑息 我们徐家 必须要同行协力 只有这样 我们徐家的百年基业 才能生生不息啊 是 她的肚子 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当初先夫人指定罗家姐妹 代替她的位置 是为了保全尊哥 若夫人诞下嫡子 那会威胁到尊哥的地位 四夫人是个聪明人 至今未御马 恐怕也是有这方面的顾虑 侯爷 早就给罗家吃了定心丸了 尊哥是世子的不二人选 你说 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看 他根本是心不在此 好了 夜深了 咱早点歇息 走